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寒流一来 哎呦那温度啊咔嚓一下子可就降下去了 本来呢是绵绵细雨 现在可就成了漫天飞雪了 这天晚上七点多钟 吉安市青园区富滩镇单村村委会实习口村小组的村民 叫什么呀 汪水宝 他呢一家四口 吃完晚饭之后 其乐融融的就围在火炉边上 冷啊 那烤着火炉子多暖和呀 一边烤着火 一边呢忙着各自的事情 这汪水宝的妻子啊 在那忙着收拾家务呢 女儿和儿子呢 在这昏暗的灯光之下认真地写着作业呢 这雪啊 因为寒水量高啊 所以门外边呢 都能听见一颗颗雪粒拍打门窗的声音 汪水宝呢 为人很善良 这已经是中年汉子了 心里边啊 既有喜悦 那也有自己的仇事 中年就是一个不容易的年纪啊 上有老下有小的 既感觉到啊 这一家其乐融融很温馨 同时呢 自己又有肝病 哎哟 去哪弄钱治疗自己的肝病呢 这也犯愁 这时候 门外 咚咚咚 响起敲门声了 谁啊 是我 汪水宝起身开门这么一看 门外边啊 站着一个瘦弱的少年 身上啊 已经被那雨雪都给淋湿了 仔细这么一看 哎哟 不是别人 是同村一个熟人的儿子 汪水宝一看热情的 就让他赶紧过来 快进来进来 到火炉边上烤烤火去 这么着 就坐下来了 此时的汪水宝 做梦也没想到 他热情的邀请进门的这个少年 可不是什么善意的客人呢 即将给他全家带来血光之灾 到了3月13号 也就是转过天来 早上6点多钟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哭喊声 把汪根宝这一家人从睡梦之中就惊醒了 谁啊 出什么事了 汪根宝夫妇啊 赶紧起床 开了门 开门这么一看 吓他们一跳 门外边啊 站着他们的小侄女汪小花 在门外边呢 就扶着墙 浑身是血 头上手上 那是血肉模糊 汪根宝一看见 一把抱住孩子 哎呦 小花啊 怎么了这是 怎么这样了呀 汪小花呢 上气不接下气 断断续续的一边哭着 一边就说 昨天我家里边来了两个人 把爸爸妈妈叫出去之后 又回家里用刀砍我和弟弟 弟弟 弟弟已经死了 爸爸和妈妈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汪根宝夫妇这么一停车还了得呀 放下汪小花 三步并坐两步的 就跑到了四弟汪水宝家里边 一进门就看见自己的侄子 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俩人呢 赶紧在屋里屋外查看 看见弟弟汪水宝还有弟媳妇 就倒在离家不远的小路边上 夫妻俩呀 是无比的震惊 又无比的悲痛 跌跌撞撞跑回家 赶紧拿电话 向富滩镇派出所可就报了警了 在当地宁静的小山村 哪儿出过这样的血案呢 这起案子给村民们的心灵上啊 都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大伙都害怕 谁干的呀 案情重大 这基本上这算是灭门惨案了 7点15分 正在值班的分局刑警大队 重案中队的队长 梁仁峰梁队 他呢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向分局领导进行报告 同时组织的在队里边的民警 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同一时间 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长的 欧阳军欧阳局长 也率领着技术侦察人员 立刻赶往事发地点 在这之后 分局的主要领导 市局的主要领导 也开车几十公里 赶到现场 最先到达现场的 就是赴滩镇派出所的民警 还有刑警大队的民警 首先对现场啊 就进行了保护 并且把身受重伤的汪小花 立刻送到医院抢救 接着就展开了全面的勘察工作 这案发现场啊 是位于一座山脚下的一栋平房 那么这儿呢 距离富滩镇差不多五公里左右 周围一里地之内 没有任何的人家 被杀的三个人 是这个村子 七号的护主汪水宝 汪水宝的妻子梅兰 还有汪水宝的儿子 九岁的汪小宝 这受重伤的汪小花 是汪水宝的女儿 比这小宝呢 大两岁是十一岁 汪水宝和梅兰呢 分别被杀死在离家五十米 和一百米远的山路上 他们俩身上脑袋脸上 都被刀砍了几十刀 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汪小宝 只有九岁的可爱的小男孩啊 也被砍得是血肉模糊 被杀死在家里边的大厅里 汪小花呢 是在房门口被刀砍伤的 再看这屋子里边吧 那东西啊乱七八糟 翻箱倒棍之后 都洒落在地上了 那么到底是谁这么凶残呢 怎么就让汪水宝一家 惨遭灭门之祸呢 警方啊 还是从那三个方面考虑 是财杀 是情杀 还是仇杀呀 上午八点半 根据现场的情况 随后就成立了 案件侦破现场指挥部 在深入分析案情的基础之上 就确定了立足现场 从人到案 以案找人多测病局 全面调查的这么一个工作思路 把民警呢 分成了三个组 现场勘察组 现场救护组 还有现场访问组 根据现场勘察呀 办案人员呢 就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从死者的家庭情况来看 他的家里呢 也不富裕 除了有一台25寸的旧彩店 还有一部挺旧的摩托车之外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所以说为财杀 那不应该呀 那情杀 据村民反映 死者梅兰 也就是汪水宝 他妻子 生前作风 无比的正派 不可能有任何男女关系问题 那仇杀 也不对呀 这汪家呀 跟村民的关系都很融洽 没跟谁结仇结怨的 从现场被翻的乱七八糟 这个情况来看 警方呢 也排除了情杀和仇杀的可能 当天上午九点多 侦破工作全面展开 现场勘察组 对三个现场进行了全面的勘察 调查组呢 又分为两个小组 一组在全村开展调查摸牌 另一组呢 顺着死者被害地点 沿线进行勘察走访 上午九点半左右 负责调查访问和摸牌的两个小组 在村委主任和村质保主任的带领之下 对全村的村民进行挨家挨户 挨个人的调查访问 特别是对刑满释放人员 来进行重点排查 您各位该说了 那汪小花不活着呢吗 一问他不就清楚了吗 11岁的孩子也能够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呀 但是啊 汪小花伤势太重了 一直是处于半昏迷状态 说话呢 颠三倒四 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 守护在边上的救护组人员呢 反复的就问他说三月十二号晚上谁到过你家呀 这孩子一会儿说有俩三十多的男的 一会儿又说是一个二十多的男的 直到上午九点半 汪小花才终于想起来 说那天晚上两个人到过我家 其中有一个人还认识我爸爸 还叫了我爸爸的小名呢 好像还说了守水库的事 根据这个重要线索 调查人员立刻将调查重点 放在了案发现场周边的水库 以及认识汪水宝的人员上 很快就查明 这个地方周边呢 有两座水库 一座叫沙坑水库 另一座呢叫赵家边水库 通过进一步调查呀 很快就排除了沙坑水库的可能性 随后呢 调查到这赵家边水库的时候 这个水库就离这案发现场 也就是吉里路吧 水库管理人员林某 跟汪水宝是认识的 说是案发的时候不在现场 但是他家里边人 有一个情况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这村里有人呢 就跟办案人员说 说林某的大儿子叫林立 平时啊 这品行就不行 曾经呢 多次偷窃 有一回在学校里边偷老师的钱包 被人发现了 发现之后 你猜这林立怎么着 抄起来菜刀 砍了这老师一刀 随后就跑了 后来呢 因为老师伤的也不重 也没怎么着 林立休学了一年 不久之前 这林立啊 刚回去上学 但是依然不服管教 办案人员呢 是上午十点多 到林某家里边的 学校啊 刚给林某打了一电话 说林立 昨天晚上 没有回校上晚自习 也没回校住宿 让家长去学校处理 那么这林立和刘平 到底去哪了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了 警方呢 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就是正在上初中的林立 还有他的同学 刘平 就在警方啊 在当天上午十点多 来到林立家门口的时候 学校老师可给林立的家长打电话了 说林立啊 昨晚上可没回学校上晚自习 也没在学校住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赶紧来学校处理一下吧 办案人员听说之后 立刻赶到林立就读的中学调查 得知昨天晚上确实有两名学生外出 其中一个人就是林立 另外一个人叫刘平 俩人现在去哪 不知道也都没回家 办案人员呢 立刻就从学校的学生档案里 调出来了林立和刘平 这两个人的照片 送到医院 让汪小花辨认 汪小花还躺病床上呢 头部严重受伤 视力模糊 但是一看到相片还是很激动 就是他们 为了稳妥起见 办案人员搜查了林立和刘平 在学校的住宿宿舍 结果呀 在林立的床铺底下 发现了一件外套 湿淋淋的上边都是血 就此 办案人员确定 这两个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此时已经是上午11点了 林立和刘平俩人到底去哪 都不知道啊 办案人员根据学校提供的情况 进行分析之后 就认为俩人呢 应该还没被惊动呢 不会走得太远 只是因为昨天晚上老师查宿舍 他们不在房间 早上呢 受到了批评 心里边不痛快 出去了 指挥部啊 立即调集警力 分别对学校 以及学校周围的清源区 还有吉州区的网吧 游戏厅公共娱乐场所 火车站汽车站旅馆都进行了布控 果不其然 下午四点多 这俩人呢 回到学校了 立刻就被守候的民警抓获 林立 1991年3月7号出生 住在单村村委会上元村小组 现在呢 是在中学里边读初二 刘平 1991年9月10号出生 住在龙塘村委会 新居村小组 跟林立俩人呢 是同班同学 当时案发的时候 是2006年呢 俩人都还没满15周岁呢 经过初步审讯 林立和刘平两个人呢 对杀人抢劫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并且很快 也交代了 让人震惊的 让人惊骇的 作案经过 到底怎么回事呢 3月12号啊 是星期天 因为学校上晚自习 下午4点多 林立吃过晚饭 就去上晚自习去了 你得住在学校里边啊 在路边上呢 遇到了同样 去上晚自习的刘平 俩人呢 平时学习成绩不好 同病相怜 所以他们是好朋友 好哥们 刘平呢 就问林立 哎对了 你不欠同学35块钱的吗 你带了吗 林立可生气了 没带 我跟我爸要 我爸不给 说我整天的就会花钱玩游戏 打老虎机 还让我退学呢 哎 对了 你今天不是得交给老师30块钱吗 你带了吗 我也没带 这时候林立啊 一个酝酿了两个多星期的罪恶计划 可就说出来了 哎 刘平 咱们要不去抢汪水宝家呗 离我家不远 汪家呢 单门独院 家里边有摩托车 还有VCD 还有彩电呢 他肯定有钱 咱要抢他 肯定有收获 听林立这么一说呀 刘平呢 有点害怕 想打退堂鼓 不想去 林立又说了 你不去 你拿什么钱给老师啊 咱俩这65块钱 今天必须得想办法搞到手 林立这么一说 刘平犹豫了一下 行啊 那咱们去吧 俩人呢 先到离汪水宝家不远的林立家 拿了一把菜刀 路上呢 就说好了 咱们去了呀 就把他们都砍死啊 砍人呢 是林立砍 刘平呢 在边上看着 抢到钱了呢 分给刘平一部分 晚上七点多 俩人骑着自行车 来到汪水宝家附近 刘平啊 害怕汪家养的狗 先在汪家外边等着 林立一个人走进汪家 在汪家坐下之后 林立呢 就跟汪水宝说 说 我骑那摩托车呀 坏在路上了 你得帮忙推一下 这时候呢 把刘平呢 就也叫进屋去了 听说要出去推车 汪水宝的妻子梅兰 就指着汪水宝说 你说啊 身体不好 还是我去吧 哎 要不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 或者你骑 我家这自行车 你先骑回去 这林立呢 心里边有鬼呀 他呢 就坚持着 要往外走 于是 这梅兰呢 只好穿好了雨鞋 带着雨伞 跟着俩人出去了 梅兰走最前边 林立走在中间 刘平呢 走在最后面 走到离汪家 差不多一百米左右的小路上的时候 这林立突然抽出来菜刀 从后边朝着梅兰的头部 狠狠的就砍了过去 连砍了十几刀 梅兰当场死亡 随后两个人 把尸体拖到了路边的水沟里 把梅兰带的雨伞捡起来 扔在了尸体旁边 杀死梅兰之后 俩人又返回汪家 因为林立身上有血呀 怕被汪水宝发现了 就让刘平去把汪水宝骗出来 刘平一进屋就说 说 刚才推摩托推不动 摔了一跤 这么着 你也出去帮忙推一下吧 汪水宝一听 哎呦 行 我跟你们出去 戴好了帽子 穿好了雨衣 就跟着出去了 走到离家 差不多五十米的小路上的时候 林立又拿着菜刀 从后边朝着汪水宝的头部 就砍了过去 因为用力过猛 林立手里的刀啊 砍偏了 已经倒地的汪水宝 挣扎着 摁住了林立拿刀的这手 孩子 别砍了 我本来就有病 什么病啊 肝癌 我要钱 钱 我身上就两块钱 家里还有几十呢 沙红眼的林立 也没住手 而是用脚踢开汪水宝的手 接下来连砍三十多刀 直到汪水宝彻底断气 杀害汪水宝夫妇之后 俩人因为害怕呀 在汪家的牛栏边上呢 站了一会儿 这时候林立心里边还是一心要钱的 跟刘平说 汪家俩孩子认识咱们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全都给他杀了 大概九点左右 他俩一钱一后来到汪家 林立呢 先把已经砍的并不锋利的那把菜刀 放在门口了 又悄悄的进了汪家厨房 换了一把菜刀 这时候啊 汪小宝听见狗叫声 以为是爸妈回来了 赶紧跑出来看 刚一出房门 林立拿着菜刀 朝着小宝头上 就砍了十几刀 汪小宝当场死亡 正在写作业的汪小花 在房间里边听见响声 赶紧出来了 结果在房门口 也被林立手起刀落 砍倒在地 这时候啊 他们俩以为这俩孩子都死了 赶紧从床上拿起棉被 分别盖住两个小孩 就在房间里边翻箱倒柜 一共找到了现金一百三十多块钱 然后呢 又在水桶里边 洗了洗手 洗了洗菜刀 又捡起来自己带来的菜刀 骑着自行车 就跑了 然后把刀呢 扔在路边的另一个水库里 当天晚上十二点左右 俩人翻围墙 回到学校宿舍 在宿舍里 俩人把带写的裤子脱下来 放在床底下 衣服呢 也放床底下了 然后一觉 睡到大天亮 早上老师不批评吗 俩人一生气得了 走吧 玩会儿去吧 到吉安市区兜了一圈 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 被抓捕归案 这起特大抢劫杀人案啊 破获只用了几个小时 可是办案民警们破案之后 一点没有喜悦之情啊 更多的是同情受害人一家 更多的是对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这种担忧 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 瞬间就被这两个少年断送了 两个14岁的少年呢 本该在课堂上认真学习功课 可是呢 仅仅为了65块钱 杀害了一家三口 重伤了一口 他们的作案动机 他们的这种残忍冷漠 都让人触目惊心 不寒而栗 办案人员对他们两个审讯的时候 俩人还说了 人是我们杀的 只要别告诉学校 别告诉家长 我们什么都跟你们说 这就反映了什么 这两个人思想的幼稚 法际观念的淡泊 道德观念的淡泊 据了解啊 这俩人呢 在学校因为成绩不好 跟老师呢 交流也不多 在家的时候 父母采取的呢 也都是非打即骂的硬式教育 对俩人的管教都没有什么成效 俩人平时不爱学习 就喜欢玩游戏 玩老虎鸡 其实老虎鸡就算赌博了呀 最后为了钱 不择手段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就为您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